13岁的任牙竟想和世界拳王单挑 究竟是装逼还是真有实力 就在刚刚 任牙跟随神秘男人来到了拳击 一进门就看到刚才跑步的男子 已经开始了拳击训练 经过一番询问得知 内台上的神秘男子名照优利 是世界最中量级的拳王 而被优利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 则是泰国拳王托尼甲 优利的出拳速度越来越快 而且一拳比一拳重 最后一拳更是直接将托尼甲轰出了拳台 看得任牙是热血沸腾 就在优利准备离去时 任牙开始疯狂攻击沙袋 以此来吸引拳王的注意 一记重拳轰飞沙袋还觉得不贵 开口向优利发起了挑战 地旁的工作人员好心劝说任牙 可任牙表示什么拳王八王 我只知道胜者为王 拳王的教练不想欺负小孩 便明确地拒绝了任牙的情趣 可任牙却不干了 直接跳上了拳台 看着眼前的少年拳王尤里也顿时来了兴趣 原来尤里曾是一名荆棘耳族的战士 在他们的辉煌历史上 从来没有回避过任何人的挑战 随即工作人员为任牙戴上了拳头 可教练还在一旁跌跌不休 尤里上去一拳直接让他闭嘴 而任牙也是欣喜若狂 没想到能和世界重量级拳王打架 可还未等任牙反 尤里就瞬间杀到了他的面前 一拳正中任牙面门直接将他打背出去 场边的工作人员想要上前查探 却被尤里制止 任牙从地上站了起来 并且变得更加兴奋 不过很快任牙就变成了人肉沙包 眼看着就要被KO了 突然勇刺狼的身影出现在任牙的脑海 任牙瞬间恢复意识 任牙再次一拳回来 却被任牙闪身躲开 接着开始反复横跳快速一顿 随即借助围绳的力量跳到任牙的头上 开始一顿暴揍 地旁的教练都看上了 看着眼前的任牙 任牙回忆起年少时 曾在草原上遭遇狼群 为了保护妹妹她一个人单挑整个狼群 最终打倒了24只狼 幽黎闭上双眼感受任牙的气息 就在任牙进攻的瞬间 一个转身摆拳结束战斗